谢谢天师的感谢老前前大德给后学这个机会来学讲养生之道 调查 根据最近一次全国营养调查之结果 国人每天平均之热量摄取男性为2203大卡 女性为1591大卡 蛋白质脂肪糖类的热量占总热量比例 男性为15.5% 33.5% 51.5% 女性为15.4% 34.4% 50.1% 那三大营养素的热量建议比例是以12% 25% 68%为最佳 那我们开始就是要来认识我们的体质 吃出健康 传统的医学讲求人与大自然的共同生活 就是要顺应我们四季的变化来增减我们衣物 以及选择合适的食品等方式来调节及养护身体 而要食同源无论是药或是食品都是对我们人体有好处及有害的就看我们实际应用的食的选择是否正确所以建立正确的知识才能做出适当的选择来促进健康 那古人用许多的经验包含各种的药食的性质 它还以阴阳五行的原理 巧妙地把药食和人体生理及病理的性质相同结相结合 就这样发展出一套与西医截然不同的医药系统 那什么是体质呢 那人的体质有分为含热造湿实虚的特征 大约可以分这几类型 那有分热造实形 热造虚形 热湿实形 热湿虚形 含造实形 含造虚形 含湿实形 含湿虚形等八类 那这八类我们等一下会来一一来做介绍 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呢 那我们热性的体质 凡是身体或器官紧张 兴奋抗净 发炎冲血 发热等症状 容易口渴 喜欢喝人饮 尿量较少 而且色黄便秘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热性的体质 那我们实行的体质 体内排毒的能力低弱 但人体可以加以对抗 一般来说就是精神充沛 声音红量 言语和行动力气足 无憾 便秘 肿胀 等等 那这属于实形的体质 那 含性体质 凡是身体或是器官 松弛 缓慢 萎缩 衰退 无力 贫血 疲倦 口不渴 喜欢喝热的 尿量多 而且色淡 生理周期教持 腹胶感神经 兴奋等症状 这些都是属于含性的体质 虚性体质 一般来说就是身体功能不足 或是低下 言语或行动力无力 体力虚弱 汗多腹泻 瘦弱 苍白 等 那一般有可能就是像老年人 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造性体质 身体内水分严重不足 肝壳无痰 皮肤干燥 口渴 便秘 月经少等 这是属于比较造性的体质 那湿性的体质 身体全身局部水分太多 有腹肿 高血压 痰多 腹泻 腹敏 这是属于湿性的体质 那了解我们体质之后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食物的特性 那食物特性有 补性 凉性 造性 润性 泻性 泻性 温性 那寒凉和温热 它是对立的两种性质 寒和凉之间 热和温之间是程度上的不同 也就是说性质是一样的 那但是程度有差别 温次于热 凉次于寒 它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那食物的或药物的性质就有分寒 热温凉 那是作用于人体发生的反应归纳出来的 通常含凉药具有清热 泄火 解毒等作用 用来治热性病症 那温热的药具有温中 助阳 散寒等作用 用来治寒性病症 那清凉泄火解毒 那例如像黄连 这些都是针对来自热性病症 例如像容易有便秘 或者是容易长青春痘 这些都可以做治疗 那温热的药物 例如像姜 它就有温中助阳散寒 虚寒的一些药物 那我们来看 这六大基本饮食的食物 它有分这六大类 奶类 蔬果类 五骨根筋类 油脂类 蛋豆鱼肉类 水果类 五骨根筋类 提供一些糖类和一些蛋白质 那例如像米饭 玉米 南瓜 面条 干薯 粽子 那像米饭类 它就是一些碳水化合物 玉米也是 那面条 像现在快端午节 粽子 糯米类 或者面包 这些都是属于糖类 那好处 人体最没有负担 也最经济的热量来源 那不吃的话没有体力 容易疲倦 或是因为没有吃饱 而摄取过多的肉类 那还有丰富的钙质及蛋白质 例如像优格 牛奶 发酵乳 乳酪干刀 乳酪等等 这些都还有丰富的一些钙质 还有蛋豆鱼肉类 那好处就是建构我们身体的组织 维持正常新陈代谢 增强免疫力 有营养 优质蛋白 维生素B群 矿物质 铁质 那太多饱和脂肪酸 容易造成胆固醇过高 肥胖 肾脏 心脏 血管 过多的负荷 那我们蔬菜类 那供给维生素 矿物质与纤维 好 例如像红萝卜 甘薯 花椰菜 大头菜 那红萝卜 我们红萝卜 有丰富的维他命A 那我们在食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油一起来拌炒 那维他命A 更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 因为维他命A 它是油溶性的维生素 那我们如果摄取过多的话 我们皮肤也容易造成 像红萝卜一样颜色 比较偏向红色 那像有花椰菜 也是我们很好的抗癌之王的食物 平时也可以多来摄取 那蔬菜类我们多吃 可以预防便秘 降低罹患痴疮 大肠癌的几率 延缓老化 青春永住 那有营养 丰富的纤维 维生素矿物质 和多种抗氧化物质 那如果我们没有吃的话 就容易有便秘 肠道病变 癌症 抗力差 贫血 胎儿脑 神经缺陷 那我们水果类 我们像苹果 香蕉 葡萄柚 葡萄 西瓜 凤梨 这等等的水果都很好 那苹果我们有苹果多分 很好的抗氧化物质 那我们有些 我们切水果的时候 我们都会撒点盐 就是避免我们苹果氧化 那我们香蕉 它有很丰富的 那个血 我们又有 增加我们血清素 让我们身体有快乐的因子 那葡萄柚 它不要跟我们降三高 像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的药一起并用 因为葡萄柚 它有一个抑制肝脏代谢酶的一个成分 如果食用跟药物并用的话 容易造成药物的副作用增加 例如你吃降血压的药 反而降压过多造成危险 或吃血糖的药 降血糖过多造成危险 那苹果多分 也是对我们静脉 然后有静脉曲张 这些也都很好 葡萄籽的部分也是 那西瓜就是我们现在 在现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多摄取一些水分 可以帮助我们清凉解热 那凤梨有凤梨酵素 它的根部的凤梨酵素有抗发炎 消肿脏这样子 那这些水果我们多吃 就是维持我们细胞的健康 代谢正常 增强抵抗力 有营养 丰富的纤维 维生素A C 等矿物质 和多种抗氧化物质 那若我们不吃的话 皮肤容易干燥 身体伤口不易复原 抵抗力差 肠道疾病 那我们的油脂类 可以提供脂肪 例如像沙拉油 花生 鱼奶油 腰果 这些都可以提供我们脂肪 那这些都是建议要 都要少量 那油脂类提供必须脂肪酸 协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代谢 那糖类的话 可以提供我们及时的热量 盐类可以提供我们水分的平衡 那如果盐类太多的话 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那太多的话容易造成 我们的糖类如果太多 容易造成肥胖 高血压 助痒 因为糖容易破坏我们 牙齿的法郎子 造成容易助痒这种情况 或者是增加糖尿病 那糖尿病还有分第一第二型 那一般第二第二型的话 我们就是我们胰岛素 没有办法正常 把我们血液中的血糖 来充分的一个运用 而造成我们血液当中的糖类过多 容易造成我们微血管 例如像四神经 容易病变 就容易造成失明 那末梢血液循环不好 那我们族类的知觉也会比较不好 容易造成一些感染 容易如果不感染 不容易恢复 就会容易有节肢 节肢这种情况 那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慢性病的几率 那我们天天五蔬果 天天五蔬果 健康跟着我 每天三份蔬菜 及两份水果 选用当季的蔬菜水果 甜度较高的水果 摄取量则必须略减 避免肥胖 那现在夏天我们芒果 也是属于甜度较高的 那我们摄取量就是要减低 避免肥胖 那如何吃出健康 那我们每日饮食金字塔 还有国民饮食的指标 还有每日饮食的指南 那我们健康饮食新观念 健康饮食三原则 要有卫生均衡适量 那现在因为夏天 如果我们处理食物 没有很卫生的话 很容易造成肠味道的不适 那有四少一多 健康多多 少油炸 少肥肉 少油汤 少酱料 多蔬果 那油炸容易造成 我们很多的食物产生自由基 那自由基也会破坏 我们正常的细胞 那细胞的病变而造成癌症 那肥肉油脂 还有油汤也是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健康体味好身材 那何谓营养呢 没有一种食物包含全部的营养素 顾要广泛摄 顾要广泛摄取食物 才可以获得均衡的营养 那没任何一种食食物只要可食 不含有害物质 皆可以称为有营养的食物 因为其中至少含有一种或是两种以上的营养素 热量的来自何处 我们糖类提供4卡 蛋白质提供4卡 油脂提供9卡 在我们六大营养素中 只有糖类 蛋白质 油脂 三者 提供我们体内所需之热量 那食物的分类 我们有分一 主食类 五骨根筋类 二鱼肉蛋豆制品类 三油脂类 四蔬菜类 五水果类 六奶类 那么营养素的种类 有蛋白质 糖就是碳水化物 油脂 维生素 矿物质 何以水分 那么每日饮食金字塔 那五骨根筋类 就是2.5到4碗 那蔬菜类 就是三叠水果类 大概2到3份 奶类 大概两杯 鱼肉蛋豆类 大概4到5份 那就是要少糖 少盐 少油 那每日饮食指南 那每日饮食指南 五骨根筋类 一天大概可以吃3到6碗 奶类 大概一天 一到两杯 蛋 豆 鱼肉类 四份 蔬菜类 大概三叠 水果类 两个 油脂类 到2到3汤匙 那我们国民饮食指标 均衡饮食各类的食物 三参以五骨为主 尽量是选用高纤维的食物 少油 少盐 少糖的原则 多摄取一些盖子 丰富的食物 多喝一些白开水 饮酒要节制 维持理想的体重 那早餐吃得好 牛奶或豆浆配面包或馒头 稀饭配蛋及青菜 那午餐吃得饱 主食一碗 鱼或肉蛋或豆制品 大概两份 蔬菜一份 水果一份 那晚餐要吃得少 不要吃宵夜 那一般宵夜就八点过后 就称为宵夜了 那少吃加工精致食品 蛋挞冰淇淋 清凉饮料 奶昔 极各式糕点 零食 尤其是早餐 那精致食物就是你一开始 一看就不知道它 它食物的原貌 像冰淇淋就看不出来 它食物的原貌 那如果像米饭类 或干薯类 就是不是处于精致的食品 那晚餐吃太饱 早餐没有吃 中午随便吃晚餐酒饭饱 那早餐如果没有吃一日之际在渔城 那如果我们早餐没有吃的话 很容易没有体力 没有精神 那我们中午又随便吃几口 就当作早餐 或者是中餐 那晚餐酒饭饱反而造成我们肠味道的不适 那动脉的硬化 引发冠心病 高血压 那我们血压如果超过130以上就属于高血压前期 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血压的控制 那容易有发胖 让心脏的负担衰老加快 我们刺激我们的肠壁 损害于我们肝脏肾脏和脑 那如果我们晚上有喝酒 容易造成酒精性肝炎 慢慢导致肝硬化和肝癌 那我们肾脏如果吃过多腌制品 或者是少喝水 或者是我们眼泪摄取过多 那我们肾脏负担过大 也容易造成容易洗肾 还有脑 脑的部分 我们血糖早上不够 血糖不够 我们脑中的营养素也缺乏 也会影响我们的思考 糖是谁碳水化合物 糖和糖的差别 何为寡糖呢 那糖类我们刚才有讲到像砂糖白糖 这是属于那种糖分方面的 那还有一个糖 它旁边是属于碳水化合物 那碳水化合物一般就是米饭类啊 面包啊 这些属于碳水化合物 也是比较好吸收的 还有些寡糖 是比较属于比较好吸收的糖类 那蛋白质 摄取过多对人体的影响 那蛋白质属于大分子 那有时候透过我们肾脏做代谢 那一般过多肾功能不好的人 那我们就要选择低蛋白的食物 那因为它肾功能不好 肾脏无法去过滤过多的蛋白质 那如果是有洗肾的人 他要摄取高蛋白质 因为他透过机器 洗肾的机器把蛋白质清洗过滤 那我们蛋白质有对人体是有需要的 所以我们要补充一些高蛋白 第三个是油脂 植物油与动物油的差异 那我们植物油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 那除了椰子油 那在常温下它是属于固态 那动物油的话大部分都是固态 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摄取 都以植物油为主 维生素有分为水溶性维生素 和脂溶性维生素 脂溶性维生素就是像ADEK 水溶性维生素像B群 那我们吃B群都容易 然后有B2 我们尿液出来的话 还要呈现黄色 那就是B2的关系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 透过我们肾脏就直接代谢 那脂溶性ADEK 像我们维他命A 像胡萝卜 太过多的话 它是脂溶性 就容易存留在我们体内 然后这样皮肤容易造成 比较偏像胡萝卜红色的颜色 那摄氏脂溶性维生素过多 也会对我们人体有造成一些不好的反应 矿物质 我们高钙铁牛奶的形式 高钙 那我们一般牛奶 它虽然盖子很高 可是有些人有乳糖不耐症 那在小肠末端的时候 有一个叫乳糖酶 它就是专门分解乳糖 那一般牛奶如果有些人 它乳糖不耐症 它就是无法分泌乳糖酶 无法帮乳糖切割成比较细小的分子 而造成我们肠道的内外渗透压不同 而造成腹泻 那有些人喝牛奶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腹泻 那反而没有补充到更好的钙质 反而流失更多的钙 那我们可以透过吃一些芝麻 那也可以补充一些钙质 那铁 那一般铁是在我们的酸性体 酸性的环境下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吸收率 维生素C啊 或者一些果汁 它可以帮助我们维生素的铁的吸收 那尤其是有瓶血 的话我们铁 它是一个造险因子 还有B12 叶酸 这些都是造险因子 那奶类 优酪乳 牛奶 对我们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纤维素质妙用 水溶性纤维 与非水溶性纤维的差异 水溶性纤维 就像秋葵 香蕉 这些比较容易溶解的 非水溶性的纤维 像苹果啊 等等 都是 那我们脂肪的分类 有分饱和脂肪酸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那饱和脂肪酸容易造成我们心脏血管的疾病 还有癌症的发生 那心脏血管容易造成我们血酸的这种情况 造成我们阻塞 血管的阻塞 那如果在脑部阻塞就变中风 那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降低了我们脂肪酸 那我们血酸有分好的胆固醇跟不好的胆固醇 好的胆固醇是HDL 然后它可以把我们不好的胆固醇带入肝脏作代谢 那所以我们在咽血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HDL 就是好的胆固醇要高比较好 那不好的胆固醇要越低越好 那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之危险 某些癌症之发生 那蛋白质的食物 高生理价的蛋白质跟低生理价的蛋白质 那何谓自由基 那少了一个电子的分子 它是非常不稳定的 那它会去攻击我们其他的细胞 那出生就会不断的破坏细胞 细胞失去活力 那当我们体内自由基数量超过我们体内 抗氧化的酵素能够抵抗的程度时 便会对细胞破坏 容易造成癌症 高血压心脏病等退化性的疾病 那我们天天五蔬果 还有绿色黄色橘色 红色白色蓝色跟紫色 那绿色的食物 有丰富的维他命K 瘾斗类的 乙瘤西盐 菠菜 菊菊嫩叶 美生菜 橄榄菜 青花菜 那磨胃生素K的话 也是一种抗抑制凝解的因子 所以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 我们也要避免跟那个豆腐一起炒 容易造成草酸跟钙质的结合 变成草酸钙 那草酸钙的话 就是容易造成结石 所以我们菠菜尽量就是 不要跟豆腐一起做烹饪 那甲离子 绿色蔬菜 青花椰菜 提供我们甲的离子 黄色跟橘色 有类黄酮素 维生素C 让橘子 葡萄柚 来跟各位介绍 它会抑制我们肝脏 一个CYP450的肝脏的代谢酶 那有三高的话 我们特别要注意 就是不要跟葡萄柚一起病用 容易造成很严重的副作用 那柠檬的话 它是属于 如果碱性的食物 因为它是属于甲离子的 虽然它口感是酸性的 可是算是碱性的食物 那还有碰肝 桃子 木瓜 杏仁 油桃 栗子 凤梨 黄色 葡萄 葡萄 黄椒 那胡萝卜素 维他命A 那刚才跟各位前前讲 胡萝卜 就是可以针对我们眼睛的部分 那现在除了维他命A之外 有比较新的像液黄素 那就是我们眼睛戴的太阳眼镜 那避免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都是透过视讯或3C产品 那它透过蓝光会破坏我们黄斑部 然后容易病变 那液黄素就是类似像我们印表机 补充碳粉 让你印出来东西看得更清楚 那我们液黄素也是有这个功能 预防黄斑部的病变 那番薯 南瓜 南瓜有南瓜籽 南瓜籽针对我们前到男生 预防我们摄腹性肥大 例如像我们晚上容易贫尿 或者尿不干净 我们都可以多摄取南瓜 那蔓越莓 它有丰富的浅花青素 那一般女性私密处容易有泌尿道感染 那蔓越莓它有浅花青素 它就可以预防我们慢约 那个泌尿道感染 因为我们尿道 它女性的尿道 它容易透过我们那个大肠感菌容易感染 那浅花青素 它就形成一个保护膜 并在我们的尿道附着大肠感菌 而造成泌尿道感染 那泌尿道感染容易造成偏尿 或者是想要尿又尿不出来 这种情况 那芒果现在因为芒果比较盛行 我们有些容易有过敏体质的 那也要避免摄取过多的芒果 而造成皮肤像蕃麻疹 或有发炎这种情况 水蜜桃等等 那甲离子 我们应该讲香蕉 它会有造成我们血清素的上称 让我们有快乐的因子 可是如果我们身体有发炎的情况下 那也要尽量避免吃香蕉 因为香蕉也会容易造成我们发炎的情况发生 或者是竹笋也是 还有橘子 葡萄柚 该跟各位前面讲的柠檬 它因为有甲离子 那甲离子的话 在食物来分类 它是属于碱性的食物 那凤梨也是 所以都是算碱性的食物 可是口感都是酸的 那我们红色有维生素C 例如像蔓越莓 粉红色葡萄柚 草莓 西瓜 红包新菜 红椒 番茄 那草莓的话 因为草莓的需要很大量的农药 所以我们因为后学的旧工 它在大湖 它看到我们草莓都要 喷很多的农药 才能维持它的那个 避免虫去啃咬 所以我们在吃草莓的时候 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清洗 才能避免我们摄取到农药 那花青树 有樱桃 草莓 蔓越莓 苹果 红包新菜 红葱 红豆 这些都有很好的花青树 蔓越莓 那白色的食物像蒜树 大蒜 洋葱 韭菜 那因为我们吃素 我们就没有吃大蒜 植物五辛 因为在韭菜的话 它是在有助养 壮养的功用 那我们修道人就没有再吃 那大豆一黄桶 好 我们女性 好 潜 昆道 好 慢慢进入更年期 好 我们雌性激素减少 那就是容易造成 有 情绪起伏比较大 容易易怒 或者是失眠 或者是情绪比较低落 那我们就可以吃一些 豆腐 豆浆 豆皮 豆干 来补充一些我们雌性激素 那DHA跟EPA DHA在我们怀孕的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摄取一些DHA 大概怀孕大概四个月的时候 四个月的时候 那可以帮助胎儿在我们妈妈身体上脑部的发育 那我们在婴幼儿奶粉 一开始也会有添加DHA 来补充 来增加胎儿脑部的发育 那EPA 还有N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EPA 就是降低我们血液中不好的胆固醇 让我们有清血的作用 蓝色 紫色 花青素维生素C 有蓝莓 黑莓 紫葡萄 那多分类的话 有枣 葡萄干 李子 跟茄子 这些都是多分类的 那植物性化学物质 有抗癌的食物 那植物性化学物质 我们有类胡萝卜素 陰斗类的 那十字花科 花椰菜也是我们抗癌之王 那花椰菜 多食用也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 那大白菜 高丽菜 多分类的 像绿茶多酚 紅茶 有鹅茶酚 藍莓 那绿茶的话 也是很好的 一些抗氧化的物质 有激硫化物的成分 大蒜 或洋葱 因为它的特殊的成分 就是因为硫的关系 所以它的特殊的气味 易硫氢化物 我们十字花科的蔬菜 橄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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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也是 那还有草素 有豆类 豆科植物 西饼 鸡 硫化物 就是洋葱 大蒜 韭菜 细香葱 这些都是含有硫的 硫的成分 所以它的气味 都是比较不好闻的 那一黄桶 有黄豆 豆腐 豆浆 该跟各位前 我们成性激素 就是类似这个成分 结构是就是类似这种的 分酸类的像番茄 柑橘薯类的水果 草莓 覆盆莓 胡萝卜 全果类 坚果类 那贴析类的话 像樱桃 柑橘类 水果皮 像我们之前 在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会用柑橘类 来制作洗衣 洗碗精 洗衣精 这样子 它就加95%的酒精 来去萃取它的那个吸铁类的成分 那我们护芯的食物 粘稠性的食物 可溶性纤维 例如像燕麦 大豆 茄子 秋葵 那都是可溶性纤维 那秋葵它也是很好的 可以降低我们的血糖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 那因为它的有凝溢脂 就是可溶性的纤维 那坚果类的有杏仁果 植物性蛋白质 有黄豆 扁豆 蚕豆 这种植物性的蛋白质 那植物性固存 就是存于植物油 或者是坚果类的 像就是人造奶油 那我们蔬菜凉拌煮 即一天一份以上的蔬果 那我们在蔬菜凉拌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就是要清洗干净 来避免寄生虫的虫卵 在我们的菜叶上 凉拌又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 它没有办法杀死一些寄生虫的虫卵 那我们凉拌直接吃下去容易造成 尝到的不适 那水果就是新鲜 一天两份以上 那油炸类乳马瓦的影响 油炸类就是容易产生我们的自由基 造成我们细胞的病变 那我们尽量少吃油炸类的 那豆制品 凉拌卤煮汤 都是要少油炸 才会对我们身体比较健康 那么有红萝卜 红萝卜汁 那红萝卜就是要透过油去烹煮 那维他命才有办法摄取到 那牛奶跟羊奶 那有些人对牛奶会容易有腹泻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喝牛奶的时候 就少量的摄取 那刺激我们小肠分泌乳糖酶 让我们慢慢去适应 也可以缓解我们乳糖不耐症 那羊奶的话也可以针对我们支气管 保护我们支气管 预防有咳嗽或气喘 抗氧化物质 或者是鲜奶之道腰 花生如果发霉 就容易产生黄麒毒素 黄麒毒素 对我们肝脏容易造成肝的发炎 肝硬化 导致肝癌 那我们食材的包装有分 PE、PVC、PMP跟PP 那我们铝锅的话 我们现在很少在使用 因为铝的话 在研究发现它容易造成老人失质 那所以我们在烹煮的食材 我们尽量避免用铝制品 也可以降低我们老人失质的这种情况 那番茄、番茄汁都是有丰富的茄红素 那也可以预防我们心脏血管的一些疾病 那饭前或饭后水果 我们都可以做摄取 那之前我们饮食当中 我们都是吃完饭后才喝汤吃水果 现在饮食要颠倒过来 就是我们可以先饭前吃些水果 那可以比较好消化吸收 然后再吃喝汤 喝汤 汤类的话也是比较好吸收的 然后再吃饭 然后最后再吃菜 就等于颠倒过来 然后因为好消化的食物 再胃 它先消化吸收 不好消化的我们再慢 比较慢吃这样子 那健康饮食概念 胃素及高纤胃素 因为胃精都是化学的 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少去摄取一些这些 胃素类的 胃精类的 那我们豆浆 铁蛋 烤肉 那因为烤的东西就容易造成自油肌 那如果像中秋节啊 我们要烤 我们不一定要烤肉类 我们可以烤素的 像一些金针菇啊 或者是蔬菜水果 那也是有达到 有大家团聚的那种感觉 那容易烤焦的东西都是容易有致癌的 所以我们这些都要尽量避免去吃到这些东西 水果与蔬菜 那制定我们素食饮食的指标源由 台湾地区的素食人口 素食饮食形态 素食饮食指标草案 那我们在台湾素食的人口 是统计在1993年到1996年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之调查 那我们台湾地区男性吃素的比例 约为3% 女性吃素的比例约为10% 台湾食品消费调查统计年间 在2008年版 台湾素食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0% 全素人口约占2% 那大部分吃素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稻青 也是占很多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制定我们素食的饮食指标 促进及保护全民的健康 让全民更长寿更健康 那我们素食饮食形态 台湾的地区的素食主要是米饭类 蔬菜水果及大量的豆制品 或者是少或无乳制品 主要的蛋白质来源都是来自米饭及大豆蛋白 西方素食主要由蔬菜水果坚果种子乳制品及蛋类等食物去组成的 行政院卫生署位于2009年公布国内素食之分类 有分纯素、奶素、蛋素、奶蛋素、植物五辛素 不计葱、蒜、酒、辛、曲 那因为葱类的话 我们植物五辛我们有吃素的 我们这些我们没有吃 因为蒜或者是葱 它都有流的物质有特殊的气味 或者是韭菜 韭菜也是我们修道人 它这个是有助养的效果 所以我们也没有吃 还有蟹还有心渠 像一般的话之前我们都没有碰 1993年到1996年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 国内的素食状况 那每天吃素的 约有四成左右 那有些人是初一 及十五吃素 大概五成左右 那素食种类就 刚才有讲全素 就纯素 还有奶素 奶蛋素 这些分类 四到六岁的幼儿素食者的奶素 奶蛋素者 四到六岁 幼儿素食者奶蛋素 随着年龄的成长 奶蛋素的比例 比例 也相对减少 素食饮食的指标 全股至少三分之一以上 全部选择十更佳 那指标精神 全股跟精类摄取其中三分之一以上 来自于未精致的 但是越多是越好 因为太过精致的食物 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那其他建议就是 全股跟精类 多选择 精致食品 与少食 那我们有维生素B群的话 它也可以预防我们 二性贫血 尤其维生素B12 如果全股的人 他比较能少摄取这个部分 那我们豆类摄取很重要 摄取发酵豆制品 那指标精神 那我们豆类包含发酵性的豆制品 那其他建议 豆类摄取不可少 发酵制品可以选择 豆类摄取有必要 部分发酵豆制品 豆类摄取要均衡 首选发酵豆制品 那我们再学一下 那我们部分发酵豆制品 会发现它有含有维生素B12 那在每100公克的臭豆腐 它维生素B12 就有一毫克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可以补充我们有些 维生素缺乏的部分 或者是味噌 那有带0.1到0.0.1 好这些 那生菜 生色蔬菜营养高 菇枣紫菜不能少 那指标精神就是我们的蔬菜类 包含至少一份 生色蔬菜 一份菇类或 紫菜海藻 那其他建议 那其他建议 生菜蔬菜营养好 菇枣紫菜不能少 水果包含入餐食 搭配正餐同食用 那我们指标精神就是 水果仪与三餐一起来食用 那我们素食饮食的注意事项 那我们可以 类配合我们豆类的食物摄取 就是甲硫酸及黎酸 因为我们豆类它是可以补充 我们体内一些蛋白质 那我们可以摄取一些豆类 还补充 那因为我们吃素 我们就没有吃肉类 那肉类主要也是补充蛋白质 那多摄食维生素C 那维生素C的话 它有像我们如果刷牙 容易有出血 那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C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 胶原蛋白的合成 就是我们口腔的一些胶原蛋白 也可以有皮肤美白的部分 那补铁 就是我们可以吃一些 甘豆坚果骨类 那可以补充铁 因为铁它也是造型的因素元素 那我们补充一些可以预防贫血 然后补充维生素B12 尤其是全素 因为一般B12都是 比较多都是 闯入动物红肉当中 那我们全素的话 尤其容易有缺乏B12 容易造成恶性贫血 那可以补充一些钙 那预防骨质疏松 那钙的话可以稳定神经 让我们比较好入眠 好 那我们晒太阳维生素D 那维生素D的话 它也可以预防我们骨质疏松 因为维生素D 它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 那一般的话 透过日晒 我们也可以补充合成 我们维生素D3 它的吸收力就更好 多心 那一般男性前道的话 那心对我们毛发 或者是我们体力也会增加 或者是沙拉油 芥花油 或者亚麻仁油 这些都是 那部分的菇类 例如香菇 杏鲍菇 鲍鱼菇 喜来菇 山菇菇 美白菇等 紫菜海藻类 含有维生素B12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最高的话 就是我们的紫菜 那紫菜它每100公克 维生素B12 它有65.259 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紫菜 也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B12 那也是非常的高 或者是我们群带菜啊 都5.09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 补充我们维生素B12 天比较天然的一个食物 那我们研究显示维生素C 摄取与铁的吸收率成症相关 它的意思就是说 维生素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 那铁的话 在酸性的情况下 它的吸收率会提高 那我们水果就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那净餐食与富含 维生素C的水果共识 则可以改善啊 植物来源的铁的吸收率 那我们在坚果类的种子类的食物 含有素食者容易缺乏的物质 例如钙和鑫 那我们看一下 那目前来看黑芝麻 它每100公克 一份大概1.8公克 的钙质有1757.32 它的钙质是非常高的 所以有些吃全素的话 我们也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 来补充我们的钙质 预防我们钙质的流失 那我们看鑫的话 比较高的话就是南瓜质 南瓜质的话 它也是每100公克 一份重8公克 它的鑫含量是8.03 那鑫对于我们男性 前道来讲 它就是可以预防我们的 社护性肥大 那我们拥有贫尿 或者是容易有肥大这种情况 社护性的部分 它都含有新这个成分 还有一个就是白芝麻 白芝麻的话 它的新含量也是很高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的饮食当中 我们就可以摄取到 很丰富的钙质 像黑芝麻 它钙质含量就很高 或者是我们的南瓜籽 心含量就很高 那我们每日日晒大概10到20分钟 那我们透过像手长大的皮肤 那我们避开就是 就是我们下午大概2点到4点 这种日晒比较强的时候 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早上清晨的太阳 大概8点到9点中间 这段时间的日晒也可以避免就是过度的紫外线 也是很好日晒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速食的饮食指标 那依据指南我们选择速食 营养均衡不缺乏 那我们现在吃素的人口也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选择速食的方式也更多元 那营养均衡它更不会缺乏 所以我们现在吃素真的是很方便 那第二个就是全骨至少三分之以上 全部选择食更佳 那该全骨类像我们的就是骨物类的话 我们至少要三分之以上 那有一些我们维生素B12的摄取 也是可以预防我们品血的部分 第三就是豆类摄取很重要 些许发酵豆制品 那我们豆类的话在素食者就是素食的肉 就是蛋白质 那它的摄取也是很重要 那发酵的豆制品的话 有维生素B12 也可以预防我们品血 第四个 深色蔬菜营养高 菇枣紫菜不能少 那深色蔬菜 该跟各位前行讲的五种颜色 健康五蔬果 健康跟着我 菇枣紫菜不能少 大家看我们紫菜 它钙含量也是非常的 维生素也是都很好 所以我们也要这些也要多摄取 第五个就是水果包含入餐食 搭配正餐同时用 那我们水果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在饭前 我们可以吃一些蔬菜水果 水果的部分 也比较好消化吸收 搭配正餐同时也是可以 第六 烹调用油多样化 坚果种子不可少 那我们现在烹调 就是少油少糖少盐 那我们透过像比较好的橄榄油 冷压的橄榄油 或坚果种子 这些比较好的油脂 也可以补充 第七烹调减少油盐糖 饮食清淡保健康 那我们在烹调的时候 就是要这三少 少油少糖少盐 那因为油脂容易造成我们过度肥胖 那造成我们的心脏血管的负担 那盐类的话 就容易造成我们肾脏的负担 因为盐的话 它有些透过我们肾脏做代谢 那糖分的话 如果摄取过多的糖分 容易造成糖尿病 那这些糖类无法 透过我们的胰岛素 做转换利用的话 然后造成我们四神经 或者是我们的末梢血液循环 神经方面的病变 那饮食尽量保持清淡 才能保健康 第八 加工素食油盐果 初食原味少精致 那我们很多都有一些素食有加工的塑料 它都是有比较属于有高油高盐的 所以我们尽量可以避免这些 就是以食物的原貌来摄取 避免就是太过于精致 例如像蛋糕啊 或者是一些奶昔类的 比较高精致的 那这些也会造成过度的肥胖 第九 建议乳品补骨质 选用低脂或脱脂 那我们建议乳品 就是补充我们骨质 一般我们乳制品 它主要也是补充钙质 那我们可以选用低脂 或者是脱脂 这些可以降低我们脂肪的摄取 避免我们贼胖 那如果有些有乳糖不耐症 我们也可以透过刚才讲的像黑芝麻的部分 它也可以丰富的钙质 那我们如果没有乳糖不耐症的前嫌 那我们一天一到两杯的牛奶也是可以补充很好的钙质 第十个就是我们适度的日晒好处多 每天10到20分钟 因为我们日晒的话 我们素食者要补充维生素D 我们可以透过日晒 那每天到10到20分钟 我们就是避开正中午的时间 我们例如早上8点到快到9点左右 这个日晒的很好的一个时间 可以补充维生素D3 那一天一滴也是很好的 那尤其现在新冠肺炎的肆虐 那我们可以多补充些维他命D 也可以增加我们呼吸道黏膜 那避免就是我们病毒沾染在我们呼吸道 那尤其新冠肺炎 它一开始感染的部分都是在我们呼吸道 那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维生素D 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10个我们素食饮食指标 也是我们透过我们大家饮食的一个指引 那我们也可以慢慢去透过学习吃素 那一开始我们吃素的话 可以从初一十五开始练习 或者是从早栽开始练习 就是我们早上我们就不吃肉 早上的话我们就是 豆浆啊馒头面包这样子 这样子也是一餐素食 那素食的话对我们身体也是非常好 因为现在很多的动物性的食物 它都打抗生素 或者是不好的那个生长激素 那如果我们吃过多的肉类的话 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或者是摄取到一些不好的一些抗生素啊 或者是生长激素 那我们透过素食就可以能够避免这些问题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后学就讲到这边 讲不好的地方 后求先佛慈悲赦罪 各位讲师各位前嫌多多补充 好谢谢各位前嫌